我們小時候都有怪癖對不對 你們三個小時候 有沒有什麼怪癖啊 我好像會 會怎樣 真的假的 你知道好像很多小孩都會吃 很多人 桃子姐也吃過啊 吃彼此大家都有經驗 你這樣吃彼此 你媽看到會不會打你 不會啊 可是我小時候有個 很可怕的怪癖 我會吃鹽巴 然後我把整隻手這樣子沾濕 然後整隻手插到那個鹽巴上面 插進去 我也會 然後拉出來整隻都是鹽巴 然後慢慢的舔 吃完一隻再一隻 然後吃一隻再一隻 吃到肚子痛為止 所以真的很奇怪 小時候的小孩子都喜歡吃糖 對 妳為什麼喜歡吃鹹的 我也有 方糖一定要一顆這樣子 含在嘴巴裡面 妳現在剩還好嗎 就是因為妳剩半顆了 我真的小時候四年級 因為剩的問題去住院過 真的假的 就是剩了就出死 就是因為這樣吃鹽巴吃了 吃壞掉了 對 不是 吃鹽巴帶給妳 什麼樣的快樂 妳可不可以告訴我 而且吃到時候爛掉 就是有點鹹鹹的 對啊 就跟吃彼此是一樣的意思 對... 很喜歡吃彼此 很開心 電視機前面小朋友 吃彼此是不應該的事情 不要跟他們學 對 不要再吃了 乾脆吃了 這個還是 這個還是有聽過的對不對 吃彼此什麼的 你有沒有聽過吃牙膏的 有啦 因為有那種 我們平時有人吃牙膏 因為牙膏有點甜甜的嘛 對啊 你說偷吃牙膏 然後被媽扁 有啦 小時候有那個什麼 黑人牙膏糖 對不對 好像有 黑人牙膏糖 味道很相近嘛 對啦 怎麼會有那種東西 現在還有嗎 還可以買得到 那可能鄉下才買得到 就那種 對 那桶子有沒有 對... 紅蓋子那種對不對 二號小姐 嘿嘿 什麼 沒有什麼怪事啊 小姐 吃我喜歡吃糖 還有番茄醬 番茄醬 番茄醬 他會吃嬰兒食品啊 嬰兒罐頭 現在還會啊 會 就是我從大概 很小的時候就一直吃到大 到國小的時候都還在吃 因為國小的時候 我妹生出來嘛 所以換我妹在吃嬰兒罐頭 然後我就跟她搶著吃 可是你番茄醬 是用湯匙瓦一瓢去吃嗎 沒有啦 西式 就是沾薯條的時候 很愛沾很多很多 什麼東西都很愛加番茄醬 我到現在去吃牛排 那種高檔牛排餐廳 我還是會要番茄醬來吃 你會倒很多就對了 對 三號小姐 三號小姐 聽說你常跌倒 現在連長大都會啊 像演唱會也會跌倒啊 然後去上那種新聞台啊 然後也會跌倒 跌著狗吃什麼 就是比較特殊的那個節目 你都會跌倒 你不定期的會跌倒 然後前一陣子去那個 永和豆漿啊 買豆漿 然後就提了一個熱豆漿出來 就超開心的 就在那那個走廊 摔著狗吃起來 然後剛剛還燙到自己 而且還站起來說 怎麼搞不定 怎麼搞不定 搞不定 Kelina跟Ella 你們小時候會尿失禁啊 她不是小時候 真的假的 她爆料 她根本就是 Ella根本是長大都還會 現在還會嗎 妳是被嚇到還是... 妳要不要去收金 可能會是解散一點 對啊 鹽巴吃太多了 勝不好尿失禁 這是一路下 可惜可惜啊 對 妳覺得有沒有關聯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 而且我很怕黑 然後我晚上就會 想尿尿就會憋住 然後就不敢去外面尿尿 然後就會在家 就是繼續躺著就對了 死不肯去尿尿 然後早上起來 就會發現棉被都濕了 然後就會大哭 妳最後一次失禁是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 五專二年級 五專二年級啊 在哪裡 上課的時候嗎 在同學家裡面 告訴我 我只是睡著了 然後 妳最後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我是睡在她的木板 木板上面鋪出 鋪棉被床墊上睡覺 那...就吸乾啦 就木板會吸水 吸水 因為它吸乾 然後我就問我說 阿蕙蕙我尿床耶 她說 妳怎麼在人家裡尿床 然後就罵我 睡不覺還是過夜 對 過夜 然後我是夢到我自己去上廁所 小時候尿床都是因為夢到自己上廁所 都一直上廁所 可是我小時候尿床 好真實喔 我小時候尿床就是 因為我常常幾乎每天尿床 然後我有時候睡覺前 因為小時候參加過基督演藝會 我就會跟上帝祷告 甚至還會求助於 觀世音菩薩先生 然後就跟他說 他不是先生好不好 觀世音菩薩 然後跟他說 各位拜託 那我們天常不要尿床 然後第二天偶爾會有效 偶爾沒有效 露營尿床很悶耶 因為他那個營地 下面都是塑膠 不吸水 對啊 透過去 你營尿那個整個帳篷裡面 的人都吃了 對 然後就切嘛 然後也會露床的這樣 我覺得好慘 這跟你有點像 那次 也是國小 忘記幾年級了 應該是 也是五六年級 然後我就是憋尿憋 然後到家裡 以前在學校都不喜歡上廁所 都喜歡就是回家上 然後到家門口 我們家公寓 然後走到四樓門口的時候 已經拿鑰匙刷著那邊開門了 抓出來 就忍不住 然後還自己回心面 其實沒有讓爸媽吃到 然後還自己把門口擦乾淨 沒有把衣服吸好 這要吸了怎麼辦呢 就是自己... 因為我爸媽還沒回家 我自己回家把它吸好 還沒下班就對了 可是很丟臉 而且我覺得好恐怖 怎麼就已經這麼近在門口了 然後還忍不住 Hibby 妳在幹什麼 主題是什麼 尿床 我還好 不會 從來不尿床 小的時候一定會 可是我印象以來 其實是怕好耶 就沒有了 在百貨公司尿尿 在... 就是... 想尿就尿 穿吊帶褲 然後在排隊 真的排很長 然後我已經受不了 受不了就... 尿了 吊帶褲上面 這些應該還是小啦 國小的時候 對啊 那是我最大尿床的時候 就是尿失禁 對 然後他會...就是... 他會動腳趾頭啊 他會這樣一直動... 一直動... 就是沒穿鞋子 人會拚命的不行的 一直動... 看一下... 而且發出很奇怪的聲音 就是大家都很安靜 最後有一種聲音出現 他就會一直不停的動 其實... 可是他腳趾腳有好多... 這個我也會啊 而且我說... 他睡著了還會耶 而且我睡著的時候 被這東西嚇到 我想...什麼聲音 是有鬼嗎 然後我想... 那是我腳趾在動 你是不是自律神經有點... 可是我要這樣才睡得著啊 那妳說他們兩個什麼怪癖 像他東西 就你真的會很佩服他 因為他們家真的就是... 比較擠 因為東西真的太多了 然後有點就是... 我們家有50坪耶 不擠喔 請不要這樣講 可是他們就是走進他的房間 真的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感覺好像 比如說這條山路 是人走出來的 那他們家那條路 是他走出來的這樣 是給我聽 而且他的床 後半部都放滿東西的 對 然後他的床 只有一半可以睡覺 就其他東西放滿衣服啊 玩偶啊 然後就一個枕頭 另外他的狗 偶爾上來跟他擠一下這樣 妳的家裡 妳的房間是非常亂對不對 而且最厲害的是東西 他都找得到 很恐怖 就像幾年前都找得到 我跟你講 你們是要整理房間的人 不懂我們這種不整理房間的人 你也是什麼 我以前...我請那個誰啊 吳伯啊 吳伯到我家 我那時候住延吉街 看一看 我說我看門 我說你先進去我拿東西 他一看門 小康 哪有啊 我看 沒有啊 就這樣 你通通他沒有 可是東西都很亂啊 可是你要我找什麼東西都知道 得分 數配指數再加一分 沒錯 這樣又不行啦 真的不行啦 這樣是不好 不好 但是還是要加分 對不對 數配就是數配 不好 有什麼 有什麼 光榮 好 謝謝 這麼優的歷史對不對 好 謝謝 那請問一下新竹人 你...他有什麼怪癖 他的怪癖喔 他會堆積一些衣物 然後... 給我家的狗坑咬 對 他堆積一些衣物 然後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把他完成洗的動作這樣 這... 這不是怪癖啊 因為我很忙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生活 所以... 就是有時候你回去的時候 因為我衣服非常多 所以我不一定要今天洗 然後明天就是 我有非常多可以穿 所以我的洗衣欄會很多 然後會在一天通告比較小的時候 大量的清洗這樣子 是還好啊 他日常生活會穿 有人怎麼跟乃哥一樣 而且我有說 因為我們換衣服都會 比起在... 比起... 可是真的也是因為他 因為他堆積得太多了 就沒有可以替換的 有 我有可以替換 對 他有 可是他有時候就是要穿 就是... 就是免洗衣物這樣 沒有 我可能堆了四十幾件 五十件了 然後我覺得我家裡 超級還有非常多內衣可以穿 可是我覺得再堆下去 我看通告表 好像沒有時間可以寫 那我就是 留到四十幾件 五十件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其他就趕快來穿紙內褲 明年有那個 新衣季的廣告妳可以拍 就是妳也比較穿上去 什麼東西 那個新衣服的廣告 這個是...對不對 那個廣告它可以新衣季 妳去代言 很屌 我覺得妳可以代言 太好笑了 我沒有很髒喔 因為像他... 我們每次他穿... 他們穿紙內褲 都是因為去海外做宣傳的時候 然後結果他突然在你面前 換衣服的時候說 為什麼你平日還要穿紙內褲呢 就是你會被他嚇到 沒有怎樣啊 那妳紙內褲一直都買很多 一箱 我們都是一箱的 一箱是幾包 你們都是一箱的 因為我們常出國啊 常不在家 所以要那麼好 可是穿紙內褲 我說實話很不舒服 很舒服 你們可能有... 女生其實沒有差 很透氣 現在做得都非常好 對 現在做了 我們是覺得很奇怪喔 為什麼... 為什麼穿紙內褲 就會被人家笑 用紙杯就不會 都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紙內褲還要紙內褲 喝酒用紙杯就不行 就不會 我們這次講紙內褲 你不要拿來比例 也好不好 因為... 很可愛 你不要有誤名 很你看 有這次 你幫忙 你幹嘛 我不會跟他 嘍 我 是